毛泽东感慨撞灾肃郁,肃郁为什么三辞元帅,受贤,1955年的军贤制,特别是将军已上级别的受贤,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 毛泽东说论功,论利,论财,论得肃郁可以领元帅贤。 周恩来说,肃郁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肃郁撞灾肃郁。 近三次辞帅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 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贤。 多少带点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的味道,而且从西汉宣帝麒麟格十一功臣,东汉光武云排二十八将,到唐太宗开国陵,阉阁二十四功臣,中国似乎早就有排座次的传统。 因此最高统帅不极为慎重,酝酿,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今代麒麟格和人第一功,一介书生杜甫当年尚有如此霸气的疑问。 兽贤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 兽贤的方案举一起搞结果,终于出来后,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值兽少将军贤,大失所望,说了一句,一笑大方的名言,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还有人因此闹情绪两三天不吃饭,甚至哭起了鼻子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到底是人不是神,也食人煎烟火,也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 存在这些不和谐音符当然一点也不奇怪,历史上老祖宗们这一现象,也屡见不先刘邦,当年就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一次和张良看见将领们都在窃窃私与刘邦,很不解,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一语惊人说,他们在商量造反刘邦兴的差点跌下龙椅盲问他们为什么要造反,张良说您最近封了许多王侯而没有奖励他们,他们心中不服,刘邦这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在张良的锦能妙计之下才得以摆平,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地步,毕竟都是共产党人风格不高,的仅仅是极少数,他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贤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 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某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 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皮定军,本来准备授贤少将,按规定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只负责元帅与大将提名的毛泽东。 忽然间异性传飞,越级指挥,来了一句,皮友公少尽忠,皮将军,因此得以官升一级,这虽然被传为佳话,但皮将军的老上级刘少卿,因此意味反而只受贤少将,这种不按规定,出牌未按条文形式的特例自然难免个别人会有想法。 还有东北野战军八宋的司令员段苏全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只受少将衔,而他的政委邱会做并无此等经历,却是中将元帅授贤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 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债,必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这里的或字并非和字,十分关键就是说自立,或战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按这一标准。 素育一生争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 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的批评说,男儿有类不轻弹只因为到受险时,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 不过富匪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 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富匪的非常多,好在罗荣环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帅。 总参谋长素玉也主动请求将贤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峰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眼泽,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一年唐中央书记处增弹过素玉的军贤毛泽东说论功,论利,论财,论得素玉可以领元帅贤周恩来。 说素玉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素玉撞栽素玉竟三次辞帅。 李银桥的回忆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素玉的秘书居开,曾带着一万两次登门小心求证。 第二次还有专门人士进行了录像李银桥,每次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说,这是没有错的我是毛主席的天生卫士长河,他是形影不离他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他不开会时我可以随便进去他开会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进去。 虽然居开也是高级别的首长素玉的秘书知道一些警卫的诚实,李银桥还是担心他不能理解说,这也是毛主席对我提出的要求。 要我做到随叫随到不能等毛主席叫我时找不到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要见毛泽,东还得要事先行事,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去尔里银桥因毛泽东有这一规定。 却不需要这样因此他有着得天独后接近皇上的便利之道一些不辨见诸文字的绝密内幕,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他所说毛、刘、周、朱的一块开会讨论一些问题。 很自然的会了解到不少问题,素玉与罗荣环这一对邻居词帅的结果,虽然因各种考虑与需要而不同,但出发点却是相似的都表现出了一种谦逊的品格。 如果说罗荣环受贤于此帅,也是一条明线的话,那么素玉的受贤于此帅则是一条暗线,明线是人耳熟能详暗线却显为人知。 有时候,还因为先入为主的应客效应,表示胡一旦显为人知,并不表示不曾发生过1955年1月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大将、上将人选进行研究这条讨论的明线中元帅人选里,已经没有了素玉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 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8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也就是说素玉的军衔问题,只能由他们五人考虑。 中央军委讨论的元帅、大将人选,其实已经是书记处讨论确定后的人选正因为此。 居开晚年回忆说,军委座谈会的确没有讨论素玉受不受元帅的问题,但不能以此就否定李银桥奖的毛主、习、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要给素玉受元帅的事。 他顺便谈到了李银桥的为人,说,李银桥也没有当过素玉的警卫员、副官、魏士长或者是秘书。 他和素玉又没有直接接触过又没有特殊的感情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素玉说话呢? 居开老人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其实李银桥并不是唯一透露素玉辞帅的人。 素玉几个知行的老战友、老部下,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印证了他的回忆。 华东也占军参谋长、建国后的工程兵司令员陈世举回忆说,到了1955年平均贤问题时,素玉很有可能当元帅。 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陈世举是个牛人。 眼里除了毛泽东这个领着自己上井冈山的领袖以及老首长林彪,素玉等人其他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法也叫他心服口服。 当年在淮海的双队级战场,就不大厅中远远战军司令部的招呼他的耿直。 率性注定后半生并不如意,但闲暇的日子也能静下心来回首往事。 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素玉此帅仪式便是一例另一个老部下馆美英。 也回忆了一段往事李世民说,凯然府常见既是起妖宁素玉也如此,他早就是名利为身外之物对寿贤大将平静出之层说,平我大将就是更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 我只嫌高不嫌低但许多身边人员和老部下尚未达到他这种超财入胜的淡泊境界都表示不理解。 当秘书兴高采烈地转告他民主人士黄炎培,趁他应该当元帅,不想素玉很不高兴。 严肃地批评说谭这个话题是低级趣味但依然是皇帝不及,即使太监管美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不仅当时,到了授贤九年后的1966年,他还依旧耿耿于怀。 这年五月,他到北京中央看汉工作队,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首长谭振林,并顺便挥报工作。 因为谭振林与素玉也是多年的老战友管美英,便在闲聊间向他打听。 素玉为何只受嫌大将一面也流露出自己多年的不平,只敢谭振林是华野的副政委,当然知道素玉的实际统帅地位。 也理解华野将士们的这种情绪解释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 随后他详细地说,那素玉主动辞帅毛泽东,因此最后授予他大将贤的缘故,这一真相令管美英受到极大的震动。 多年后,还感慨万千在素玉百年代臣之际,他说老首长是我做人的楷模,辞让名利,却从未辞让过责任的素玉。 自然不只是一个老部下的楷模,也是融入了中华传统文明,得以念明镜历时欲久。 光泰也将更加夺目摘自名将素玉真文录张雄文编著。 高红组文明的提供,将位从未辞让过责任的素玉一样。 最后一段时间完成了一会儿,将位从未辞让过责任的素玉一样。